hello大家好我是Hik 那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小米13和小米13pro 其实在收到这款产品之前 我个人啊 预期是只做这个小米13pro这款产品的 因为小米这几年的产品都是pro或者超大杯会更有意思一些 然后标准版的存在感会比较低 那经过了这一天的体验和测试以后呢 我发现小米13标准版这次非常的有意思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更加喜欢标准版 而且它和pro一样具有分享的这个价值 所以本期视频我可能做的稍微长一点啊 这期视频让大家一次看个够 小米13和小米13pro都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呢现在我的主页正在抽一台小米13的顶配 全新的哦是12加512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对这款产品感兴趣想白挑到的话 请一定要点击关注 然后去我的主页参与一下抽奖 那废话少说 我们开始正式体验小米13和小米13pro 那我们先简单给大家开个想法 今天我们都开过了 然后都做完测试了 然后这两款产品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pro的这个版本它会更厚一点 就是它的包装也更厚一点 然后就是手机啊 这是标准版的手机 然后底下呢就是120瓦的这个充电头啊 pro是120瓦 然后呢标准版是67瓦 还有这个线都有 所以呢小米啊 这次也是啊不环保是吧 不环保 然后我们赶紧把这个东西都收一下 我们接下来紧接着马上去讲一下产品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小米13pro和小米13标准版了 然后这个我收到的这个小米13pro它是一个绿色的这么一个陶瓷颜色 然后呢这个小米13标准版它就是一个蓝色的一个素皮 我们先从标准版开始说啊 其实标准版的渲染图 我记得前两天已经在网上就是有泄露了 然后很多人看到那款产品的第一印象就是国里国气是吧 但是我真正拿到这个小米13标准版的时候 我并不觉得它像苹果 就真的 如果你觉得使用了这个金属中框 就是超苹果的话 那可能啊之前也有不少产品是吧 你是不是也是超苹果呢 对吧 而且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小米13标准版和iPhone14pro放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它俩相像的地方 我觉得也就是中框都采用了直角设计 它俩的摄像头模组明显不是一个设计风格 就你拿到手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虽然都是三摄 但三摄的布局也好 它这个线条的勾勒也好 它俩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风格 然后苹果明显是会更加突兀一些 小米的这个存在感明显会更低一些 而且三个摄像头的排列布局的方法也不一样 然后莱卡的logo包括闪光灯的位置也不一样 所以我个人并不觉得小米这次有抄袭苹果的感觉 我并不这么认为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说回小米13标准版它本身的设计和质感 它的中框也采用了一个铝合金材质的一个亮面处理 然后整个设计是一个直角的中框 然后在屏幕的正面能够看到它的边缘其实有那么一点点2.5D的一个弧度的处理 就是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非常非常平的 但这个2.5D的处理是非常非常细微的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影响贴膜的 然后整个摄像头模组这部分它是在一个近似于正方形的这么一个处理 然后它摄像头的模组的R角和它整个机身边缘的R角在视觉上几乎保持一致 然后它这个摄像头三摄之间也用了这个线条稍微勾勒了一下 然后整机握在手里 首先它本身的质感很好 虽然是直角中框 但是这款产品的重量就不是特别大 它的重量我量一下 它的重量现在贴了个膜是190.5克 就不算是特别夸张的重量 所以它拿在手里的负担感也不是特别的强 这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次它这个素皮 我看小米官方说它用了一个什么科技纳米素皮 好像是这个称号 然后小米表示这个素皮可以当作一个记号板 就是你拿一些记号笔马克笔 超口红 你在它后面去写写画画 然后能够擦掉 我现在不确定小米会不会在这个发布会上提这一点 但是我相信各位如果自己买到手机到手 可能舍不太得去试一下 所以我这次就代表大家给试一下 我就拿小米自己推出的这个聚能写 我在这稍微画一画 我也不确定它能不能够擦掉 擦掉了就是代表这个素皮有两下子 反正擦不掉 擦不掉就画 反正试试吧 我就写一下 HYK 这个笔在这上面好像不太好 不太好写上 但慢点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然后擦一擦 我们准备了正常的纸和蔡司的专门擦镜头的那么一个带酒精的擦纸 然后我们试一下啊 看能不能擦掉这里 诶你别说好像还 好像还能擦掉 大部分 但是 但是 但是怎么还有 还有印记啊 还是挺明显的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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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弄努力 应该能擦掉吧 小米 应该 不会 不会翻车吧 差不多 还真擦掉了 还真擦掉了 那感觉不用久经视觉了 魂正在看素材的HYK 我发现这个当时可能是摄影灯光线晃的我以为完全擦掉了 但是真正后面仔细看的时候它在素皮颗粒的中间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没有完全擦干净的 或者说不太容易完全擦干净的 所以我建议买了这个小米13素皮版本的用户 我还是不要拿这个记号笔在背板上涂涂涂画画了 没有必要 然后标准版的外观设计我们看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Pro版本 小米13Pro 其实拿到小米13Pro的第一感觉 就各位看看这个背部摄像头这部分 就是有没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包括它用了这个陶瓷后盖的这么一个材质 像不像这个小米的之前推出的小米MX4 就是多少有点那种感觉是吧 但是小米13Pro有一点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中框 MX4它是一体下来的 它的中框这部分 你这样摸的话非常圆润的 它没有任何割手的感觉 但是小米13Pro它依旧采用了一个铝合金的中框 这部分过渡它的中框可能会稍微的突兀一点 就是如果你这样滑的话 然后我之前的主力机不是Vivo的这款产品吗 它的中框处理就要比小米的应该是更加圆润一点 对 13Pro这款产品也是因为它整个背部用了一个陶瓷的材质 所以它整个的手感和质感摸起来是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它的镜头模组部分 其实和标准版属于异曲同工 只不过它因为材质更加高端 然后镜头模组的突出也会更加大 因为它的影响能力更强 它这部分采用了一个更加圆润的这么一个过渡 也是和MX4有一点不同 MX4的话是直接突出的 然后13Pro这款产品它有陶瓷采质的 也有这个素皮材质的陶瓷采质的重量 我给大家称一下 应该是比较沉的 我个人上手感觉 我猜得有230克左右 235.236克差不多 是比较沉的 因为一上手感觉就很沉 对我问了小米的人就是素皮版本的13Pro 应该是会比陶瓷版本轻大概10克 所以这个你参考一下 如果你不介意素皮材质的话 你更加追求手感一些 可能这个素皮版本的13Pro会更加合适一些 那这两款产品的售集质感说到这儿 其实还有一部分没有给大家展示 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正面视觉效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认为13标准版的正面视觉效果 甚至是要比13Pro更好 大家看它的下巴 你敢信标准版的下巴是要比13Pro更窄的 标准版拥有一个1.81毫米的下巴宽度 然后它也采用了一个视觉上 几乎是四边等宽的这么一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标准版为什么说 我这次一定要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的正面视觉效果真的很棒 反正至少我在这看 我个人是更加喜欢标准版的正面视觉效果的 哪怕Pro版本用的是微曲面 但是仅从正面的视觉效果经验的程度来看 我个人绝对是占标准版 大家可以弹幕走一波 就这两款产品 标准版和Pro 你觉得哪一个正面的视觉效果会更加出色 觉得13标准版的扣1 觉得Pro的扣2 然后在屏幕方面 其实两者的光感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这两款产品都用上了三星的一流发光材质 并且两者在色彩表现 可视角度 包括平时的最高亮度和激发亮度都是一样的 那两者主要的区别就是分辨率和调光方式了 屏幕的具体参数给大家也打在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慢慢看 那说完了整个设计质感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说说两者 在硬件参数方面的一些差异和区别 首先这两款产品都搭载了一个 骁龙8GIN2的处理器 也就是骁龙的最新旗舰 然后它在性能表现上 其实有略微的区别 标准版甚至也要比Pro更好一些 这个我们后面分享 然后它俩的另一个区别 就是在充电方面 在充电方面 小米13 Pro搭载了一个120W的有线快充 从1%充满耗时21分15秒 而小米13标准版搭配了一个67W的有线快充 充满耗时41分40秒 这点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而在无线充电方面 小米13 Pro搭载了一个50W Pro的无线快充 它的充满耗时40分54秒 而小米13搭载了一个50W的无线快充 它的耗时是52分14秒 所以能感觉到13 Pro这个50W Pro无线快充 还是有优势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说说性能表现了 就是为什么前面我就提到过 就是标准版的性能表现要比Pro还更好 因为标准版的散热版面积是4642平方毫米 而Pro版本是3400 也就是说标准版的小尺寸机型 它的散热能力其实是要比Pro版本更好的 那在游戏表现里所体现出来的 就是在玩王者这些中低负载游戏 两者其实是没有明显区别的 但是在玩原神这种高负载游戏里小米13标准版的表现就会更好 那Pro半小时下来 它的平均帧率是57.8 然后最高温度是45度 就是Pro这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它没有降低画质 但是标准版的平均帧率达到了59.1 而且最高温度还要更低一些 最高温度是43.2度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标准版的游戏表现竟然也比Pro版本更好 那看到这儿 我们再把两款产品的详细参数再给大家列个表 放在这里 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再好好看一看 我觉得很多人也是看到这儿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一定要和大家就好好分享一下小米13标准版 因为这款产品除了影像部分的和屏幕分辨率稍微低一点 再加上有线的充电速度稍微慢一点点 其他部分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不输Pro 所以今年我觉得标准版真的非常香 它各个方面的表现其实都已经非常的齐健了 而且很多部分是略好一Pro的 并且这两款产品的风格也不太一样 那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两款产品 就是差异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影像方面 影像方面 这也是13Pro和标准版区别比较大的地方 我们把两者的影像参数给大家打在这里 能够看出13标准版的影像参数是全方位BluePro的 不过我们还是回归体验 我比较好奇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小米13Pro的影调和10S Ultra会不会有明显区别 第二两者在胶段覆盖上谁更强一些 第三标准版和Pro的成片又会有多大差距 在我们拍摄了大量的样张以后 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首先13标准版和Pro的拍摄体验都不错 小米自从用了那个影像大脑以后 成片速度都非常快了 基本不会等待很久才出片了 这点我们在10S Ultra上就夸过了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然后在影调方面 我们还真发现了13Pro和12S Ultra的略微区别 这两者一打眼的风格是非常统一的 都超有质感 不过我们在拍摄了大量一张以后 发现13Pro样张的对比度往往会更高一些 也就是亮的地方它会更亮一些 暗的地方会更暗一些 那夜间的时候 12S Ultra会略微偏绿一些 13Pro则会略微偏红一些 不过影调上的区别 两者算是比较细微的差异了 毕竟主摄传感系统一样 并不会有一眼看上去非常明显的区别 在胶段覆盖上 两者的超光脚 主摄 两倍变胶解析力区别不大 都是高度可用的 在长胶方面 因为两者产作思路不同 13Pro在3.2倍原生胶段会更有优势一些 而12S Ultra在5倍胶段则会更有优势一些 所以两者在长胶段上线应该还是10S Ultra更高一点的 而13Pro就有点像Vivo 它的5倍变胶虽然没有10S Ultra那么强 但也算高度可用 常用的胶段覆盖也很好 而且13Pro这次还用上了一个浮动对焦镜组 可以让长胶段实现10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 也就是说 这次13Pro有一个素质非常高的长胶微距功能 这点真的是要比超广角微距加分很多 13标准版和Pro相比 两者在成像风格上其实也比较类似 但13的画面整体会更加浓郁一些 也会更偏绿一些 也就是超广角的偏率现象会更严重一些 而且13在各个焦段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和Pro相比之下的差距 无论是解析力还是噪点控制 都是Pro表现更好 但13标准版凭借这个影调 其实它的样张光感依旧很不错 关于影调这部分 我可能会放在X90ProPlus的旧式18天里 和大家具体说一说的观点吧 其实手机影像卷到了今天 除了绝对素质上的差距 更多的其实是成像审美上的取舍了 所以如果你对影像要求很高 也希望从超广角到长焦端的焦段覆盖都高度可用的话 这点可以说是Pro和标准版 拉开差距最大的地方了 然后影像部门说完了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MIUI 14这次改变的几个点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对小米的期待 这次小米提出了一个叫剃刀计划 其实我一听这个计划 就感觉MIUI 14至少是方向对了 因为MIUI应该是从12.5那时候 口碑其实是下滑非常严重 然后到13以后开始有一个逐渐的回暖 其实小米有这么多问题的找原因 有两个 一个是它的bug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属于一个比较多的一个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吐槽 它的系统会比较冗余比较臃肿 对 这个剃刀计划其实也是针对以上的问题 小米做的一个优化 它这个剃刀计划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对于系统它本身占用空间的优化 就是如果你是MIUI 13的用户 比如说12s Ultra到时候升级到MIUI 14以后 你可能会发现它的系统占用空间变少了 对会给你省出一些你更多的能用的存储空间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于内存的管理 它系统的内存占用也减少了 然后还有一部分很有意思 就是它本身对于预装软件 属于包括系统级别的预装软件 大刀阔斧的这么一个删减 那在MIUI 14上除了8个必备的内置软件 比如说像什么浏览器 应用商店 联系员你得要 相机你得要 对吧 这些必备的软件 剩下的那些之前所谓的系统内置的软件 全都可以删 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 就是夸张到在MIUI 14上 能看到吗 你连系统相册你都能删除 就有个卸载 看见了吗 但在MIUI 13上 是不能的 只有移除 你点击这里 你会发现它根本没有让你卸载的一个选项 但是在MIUI 14上 就是连这个你都能卸载 包括像什么计算器 录音机 如果你不想用官方默认的 在那个MIUI 14上全都可以卸载 真的就是除了必备的那么几个内置软件 在MIUI 14上剩下的全都可以删 那在MIUI 14上还有一个比较 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改变 就是它有用了一个新的光子引擎 这个说多了可能会比较选选 因为小米它本身说它是对什么内存 架构还进行了一些优化 但是反映到实际体验上 就是MIUI 14 又比MIUI 13更流畅了一些 就我最近从大代MIUI 13的小米10s Ultra 换到Vivo的2ndroid 3 那个超大杯 就会感觉到 Vivo是要比小米更加流畅的 但是在MIUI 14上 我觉得两者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也就是说MIUI 14 会比MIUI 13更加流畅一些 那我个人觉得展示比较明显的 就是这个超级壁纸 现在MIUI 14上这个超级壁纸 真的是丝般顺滑 而且包括开一些小窗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不存在什么卡顿 对 无论你是调整 拖拽 包括放大缩小 都非常流畅 就不会再像MIUI 13那样 MIUI 13其实也不是不流畅 它是偶尔会有这个小的掉针 但MIUI 14就会 还会再更进一步 这是我体验下来的一个 算是不太明显 但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就是它的流畅性会更好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显性的改变 大家也能够看到 就是它的桌面是有一些升级的 比如说现在 你再默认主题一下 它的一个应用 它有个边际图标的选项 一个图标有四个尺寸 就像不像这个Oranjo S 并且它这个接口是开放的 比如说一些设计师什么的 它会设计自己的大图标 然后你喜欢哪个 你就可以自行选择购买 并且进行一个自定义选项 现在就是标准的图标 对吧 然后我长按一下 点击编辑图标 然后它有个二乘一 一乘二 还有二乘二的选项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二乘一 二乘一 就是一个横条小胶囊一样的一个选项 然后我夸张一点 是吧 我直接来个二乘二的选项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让你的微信在桌面上 以这么大的形式去展现 对吧 再搭配上第三方的那些设计师的一些自定义 我觉得小米是想让它整个桌面的玩法 会更加丰富 更加多样 包括它这次新增的这么一个胶囊小插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QC音乐的 这个是官方的健康应用的 这个也算是一个小改变 然后再搭配小米前面提到的图标 包括一些花样 让用户自定义程度更加高 以上就是我体验MIUI14下来 个人发现的比较明显的几个改变 一个是桌面的花样玩法更多了 还有一个是流畅性更好了 还有一个系统本身瘦身比较明显 无论是对内存的占用 还是对预装软件的可删除 都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改变 然后MIUI14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 哇这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可以改变 大家看啊 你进入设置 然后你点显示 然后你往下滑 就有个屏幕刷新率 然后它正常是默认是吧 然后你点一下自定义 然后你这你看见了吗 使用高刷新率的应用 我点开这 感受一下 你可以自己选择哪个应用 用高刷哪个应用不用了 小米终于加了一个开关 小米终于加了几个开关 现在你想让哪个应用用高刷 它就能用高刷 去的LTPO2.0都不重要了 就这个就可以了 对吧 在Vivo那时候我说了 就是这个功能啊 谁做我给谁点赞 小米跟进了 给小米点个赞 是吧 希望各个安卓厂商是吧 你们早日跟进这个功能 这个真的是非常棒 我个人很喜欢那个功能啊 谁做谁点赞 给小米点个赞 我觉得这也是 MIUI14上一个 算我对我来说 算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提升的功能点 那看了一大圈啊 我觉得这次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小米13和小米13Pro这两款产品了 首先啊 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特别 就是追求顶级映像能力的人 那我觉得这次的13标准版 应该是适合绝大部分人的一款产品 就并不再像往年 标准版的存在感很低了 今年的标准版 真的是在硬件水准 在它整机的体验 包括设计风格也有差异 就等等等等 各个方面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 小杯的概念了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如果你对于游戏表现更高要求 然后影像能力 你觉得有要求 但不要求顶级的那种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 可能买这个13标准版 都会更加合适 因为它在核心体验上 几乎是没有明显逊于Pro的地方的 然后其他方面有些小点 甚至要比Pro更好 而且它的手感啊 包括它的重量 也会更加的适宜大部分人 我相信它的售价肯定也会低不少 然后呢 关于13Pro呢 这款产品适合哪些人呢 首先是你对于影像能力 有非常高的要求 比如说你就想要那个1英寸的大体 配合莱卡色彩 那这款产品肯定是更适合你的 还有呢 就是你不太喜欢素皮材质 你就想要一个陶瓷质感 那这款产品 那对于你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这款产品呢 还适合那些 对于细分向有更高要求的用户 比如说Pro上的屏幕是2K的 是能拉满的 再加上这款产品的震感 也是要比13更加强的 甚至它的震感要比12S Ultra 也明显更好 这个如果你点开相机 你点一个这个倍率放大 这个震感和12S Ultra 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个我没有办法在视频里 给大家明确的展示 但如果你拿着这款产品 你滑一滑你就知道 这款产品的震感真的是非常的OK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款产品的指纹识别的位置 它也要比13更加合理一些 稍微更加的靠下 所以这款产品啊 虽然就是在核心体验上 并没有说碾压标准版的存在 但如果你对影像有更高的要求 你对其他小点都追求完美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13Pro 肯定是更适合你的一款产品 只不过在重量上 你可能就要妥协一点了 对 然后这两款产品呢 我最近在用Vivo当主力机 所以用完那款产品 做完就是18天以后啊 可能会在这款产品纠结纠结 如果让我唯一选用一款当主力机的话 可能还是Pro吧 虽然我特别喜欢标准版的这个实践效果 真的正面实践效果 真的非常棒 但是毕竟影像这方面 Pro确实是还是要更好一些的 对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这么多了 那不知道看完视频以后 大家觉得小米13这一代表现如何呢 满分十分啊 一到十分各位可以给小米13系列打个分 是吧 然后如果呢 你想白嫖到一台小米13标准版的话 关注我 并且去我的主页转发 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小米13标准版 全新的顶配 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希望各位这期看的开心哈 也别忘了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各位好运 拜拜